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帝内经强调 阴阳失调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 因此 对临床上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病情 都用阴阳来加以概括说明 善诊者查色暗漫 先别阴阳 即 在临床上首先需要分别阴阳 从而调整阴阳使之恢复平衡 是治疗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 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 以平为期 因阴阳之为道 这是疫经的话 中医的话 那么中医学家呢 接过这一句话 叫做偏阴偏阳 这位基 也就是说 疾病就是阴阳啊 偏生偏生的这样一种表现 所以治疗呢 那就是要 把失调的阴阳 让它和醒起来 在中医治疗原则上 协调阴阳 是一个重的原则 刘炳凡先生 在《皇帝内经》 林郑指尿医书中指出 阴阳二气的平衡协调 是人体正常活动的重要保证 所以 把握阴阳 无疑是中医临床的 首要任务 一阴阴阳为之道 整个宇宙都是 一阴阴阳是一个道 偏阴阴阳为之气 所以阴阳偏了就是正 所以基金观就是正 太史沈寒捉 患病 小便次数多 昼夜达百余次 白天滴滴答答的 总想解 但又解不出来 痛似火烧 夜里虽然尿量比白天多 但尿中有很多 像油脂 鼻涕之类的东西 起先服用清热 沥水沥尿的药 但病情反而加重 面色伪黄 饮食困难 张璐玉为之诊断 认为是渗水经常亏损 加上劳心思虑 干过于克制脾脏造成的 制法应当先充实脾脏 就像筑堤防水一样 使阴火不至于下溜 清阳之气得以上升 气通则病痛便自然消失 这实际上 就是使肾和皮的阴阳 重新协调 使阴阳之气的上升下降 恢复正常 我们追求的是调整阴阳 调整这个一下的病痒 那这是我们追求治疗的 一个方面 阴平阳地 阴平阳地精神乃至 这是在内经理说的 阴平阳地精神乃至 阴阳离觉精气乃觉 阴平指静平和 阳密指固稳固 如果阴阳离觉 精气便因此断绝 生命就走到头了 我们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 下属的西院医院 准备采访石殿邦教授 门诊部的病人很多 石教授正在给病人看病 同时不停地向他的学生们 传授医理医术 这个病人是从外地来经就诊的 长时间觉得胃不舒服 石教授询问其病情后 便仔细地给病人做检查 根据病人的症状 石教授最后做了诊断 他的表现呢 就是说一般来说 病人疼痛 但是他不痛 是吧 就是这里就长满了 不消化 长满了 就是打合 打合 还有呢 瘦 有点烧心 所以会很烈烧 烧着感觉烧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不能去凉了 冷得在这里 他只有冷冻起来 他就不舒服 不然是凉的 大便呢 比较偏细一点 偏细一点 主要是症状 主要是这些症状嘛 那么中医呢 怎么来考虑呢 叫症状表现 不是疼痛 而是长满 中医人们呢 一种症呢 叫皮 皮处运化 胃中大食 就是吃下去东西啊 能不能笑话 好不好 你这家人不消 消化不好 这是在皮的变化 如果说别人呢 就是想不想吃东西 这在于胃 这位同志呢 他是长满 胃口也不是挺好 所以这皮胃的功能不差 那经历的叫外邪 外邪与寒 寒虚实啊 他呢 人家说是寒症 他说我还绍心胃的月的 你这人月症 他不能吃两感 所以中医有些寒热 处置变症的中间 就是寒热交错 处在一起 它本质来说呢 它这个虚寒整合 施教授所说的寒热 就是阴阳的一种表现方式 寒属阴 热属阳 中医的阴阳 虚实表里寒热 八纲辨证 本质上就是阴阳辩证 邵司马里平茶 平时饮食节省简单 且讲究清洁 三天更换一次衣服 偶然一次大便后 发作了寒热病 好像外感伤风 其实是内伤 因为他原来 常常大便困难 每次都需要使劲用力 这样一次次便伤了阳气 所以便后阴胜于阳 从而感到发寒 过了一阵子缓解了 阳又胜阴 从而开始发热 如果是外感引起的寒热 怎么会在大便后才出现呢 可是 医生没有仔细辨证 于是当作外感痣 却不见效 又认为是湿热 便用滑稽之药来泄内热 致使原来的大便造结 转变为粒剂 大便急舍而出 肛门火辣辣的 如烙如烫 这时医生又赶快 用滑石通等药 希望止泻 但医生忽略了这个病人 已经是阴虚 于是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 病人吃下去的东西 不能在体内停留 立即从下排出 甚至肠中之垢一并趋下 色白如浓 又腥又臭 然后 该医生又给病人 大剂量服用人参 造成下空上堵 胸部不舒畅 侯部有痰塞着 口罩烟干 彻夜不得安睡 一切食物只有清淡的胃才会接纳一些 久而久之 阴气由于腹泻而伤 阳气由于大量出汗而伤 阴阳不相维系 阳气在上 阴气在下 阴阳不能协调平衡 病情越来越重 于是调整阴阳 是治愈邵司马疾病的首要原则 人体有阴阳胜筛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个病相吧 那这种阴阳胜筛的病相 有一定的规律 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 阳胜则热 阴胜则寒 阴阳的胜酸 阴阳偏胜 阴阳偏胜 阴阳偏胜偏胜 阳如果胜了 阴阳就胜 阴如果胜了 阳必然就胜 孙某人患感冒 医生投意温药 想发散病邪 但结果并非医生所愿 吃药后 孙某人根本不出汗 拖到第十一天 才请王孟英前来诊治 这个时候 孙某人已经神志不清 口不能言 胸部出现微斑 并且三天没有小便了 几个医生束手无策 有的甚至建议大头温补 王医生一听急忙制止 他说 病人现在已是明显的 阳热阴亏了 再投以温药 邪热更加斥烈 岂不是以温灶断绝其阴 这不是要把病人 往死路上送吗 医生们同意了 王孟英的诊断 采取了补阴的方法 病人治愈 治寒热 那么寒一般呢 叫这个温阳 散寒 治热呢 叫清热 泄火 虚实 那就要补虚和泄实 这个都可以被我医养的人 清代的时候 四川有一个壮汉 不慎落入井中 身体被冰冷的水浸泡多时 被人救出来后 四肢冰凉 腹中急痛 头重 腰疼 并且舌肝口渴 请来一位医生 医生根据壮汉的舌肝口渴的症状 便认为是火剩 开了几副去火的良药 结果病情加剧 壮汉的哥哥 赶忙请来明医 齐炳慧 齐医生诊断后 谈道 前面的医生 阴阳虚实不分 猛然下药 如今脱症已拒 不可救 这则一案充分说明 中医临床 必须首先辨明阴阳 否则就会出大错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丝毫马虎不得 他在临床当中 他这个 有这个含着弱子 弱着含着 比如说现在我们临床 有一个胃病 他表现呢 表现是这个胃疼 那么吃凉以后加重 也太冷 身体也胖冷 脉也是比较慢的 脂的脉 这个舌太白了 或者白腻了 人家看的是一个 寒吃的表象 或者因为寒引起 这个加重了 那你在治疗当中 就来一些 这个 温药 温味的 散寒的药 来治疗 那么这个病呢 他就可以得到患者 所以这个 这个 所谓 寒着热子 这就是内斤的原则 那热的寒着 那么 因为他有胃热 或者肺热的病人 黄痰啊 喝水多啊 这个发烧啊 那么你就应该用清凉的药 用清凉的药 什么黄芹啊 芝子啊 这个黄莲啊 这个清苦寒 清热的药 来治疗 所谓热的寒之 1987年2月5日 北京某精神病研究所 来了一位病人 经诊断 为情感性精神病 躁郁症 抑郁状态 收入住院 就外里人不说话 就是没法跟他进行交流了 所以这个家属 我就把它算弄到这个北京医科大学 当初这个地方叫做精神病研究所 它还是国际卫生组织下的一个医院 现在北京医科大学 把这个医院改名叫做第六医院 就是北京医科大学第六医院 也就是精神病院 这个住院之后呢 不是一开始沉闷不与人交流吗 住院之后没几天 就变成狂躁不安了 狂躁不安了 连唱再说再闹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医生呢 北京医科大学的精神卫生医院所的医生呢 原来是给他用提高兴奋度的药 用西药 等他转过来兴奋了之后呢 就给他用大量的镇静药 刚才您谈到的 其实是一种镇静药 就是希望他能够安定下来 但是这些西药镇静药对他来说不起效 2月19日研究所邀王教授前往会诊 去到病房里头给他会诊 我进去的时候呢 当然还有两个人生陪我一块去的 这女孩子就是连说在笑 在跟你连在比划 没办法跟他交谈 说也没摸脉 他肯定不好好让你摸脉 看舌苔呢 他也不好好让看 病人口干爱喝睡眠畅 大便干街 一周未解 形体消瘦 王教授向其家属询问发病的原因 家属介绍 因为参加知识竞赛 昼夜查阅资料 两周内未能很好休息 王教授根据病人的病情症状 做出了正确而又绝妙的诊断 舌头是特别红 特别瘦 那么中医认为 那就是心火太盛了 而且呢 胎也不多 说明也伤了阴了 相当他原来这个疗病的原因 那说明用心太过 心火太盛 那也就是心火盛啊 其实心阳当然就更盛了 心阳和心火 本来属于一类东西 正常的可以叫心阳 过盛了 超过这个正常生理的 这叫心火 心火太盛了 那导致了心神的心神的紊乱 这个西药 镇定药效果不大好 争议怎么办呢 就按这个思路进行辩证 也就是说火受 或者叫做阳过抗了 阳过抗了呢 就伤阴了 阴阳 它是两者相互对立 相互平衡的东西 人体都有的 又有阳 两者老储在相对协调的状态 那阴方面太多了 他反而把令狂上面给消好了 也就是火太盛了 把水给消好了 阳太盛了 把阴给消好了 因此这个病人呢 是属阳热太盛 而消耗人体的心阴了 这个正好内经上有这么条理论 是在素问的阴阳阴相大论上 有这样一句话 说是阴不胜其阳 也就是阴不足了 阳太过了 本来两者相互制约的 相互为胜 阴虚了 不能制约阳了 叫脉流脖继 脉就是摸的脉 脉流起来 脖继就脱 逼脱的 非常快 急就快 急逢扫链也不是快的意思吗 脉流活气 病买狂 这个病呢 是相合病的病 什么病呢 是说阳热之邪 刚才不是说火热吗 那是属阳邪 病于什么地方呢 病于阳位 心在人体内叫做阳 属于阳脏 属于火脏 所以阳邪病入阳脏 买狂 就发生狂乱之症 这狂乱之症 症候也清楚了 原因也清楚了 症状也清楚了 它的症候 或者中医的病基 病理叫做 也清楚了 治疗就应该 有相应的治疗措施 那就一方面 要养阴 就是把水给它补起来 一方面 它卸下它那个火 这样一下子呢 这个水上来点火 下来点就处在 相对平衡状态 就应该这样就好了 所以就给它 开了一个 这个三甲腹脉汤 加减这么一个方子 养阴 另外再加点清热 这个病人很快就缓解了 余家妍呢 看一个病人 叫徐国珍 这个徐国珍呢 都伤了寒病 已经七八天了 他的症状是什么呢 就是说眼睛发红 身上烦躁 想喝水 一看 那边有羊症 一些大夫呢 这个诊断 属于这个羊症 要给它用橙汤 那么余家妍一看呢 这个 那么这个虽然说是 想喝水 但是 给它端了水 它又不喝 这个脉啊 脉虽然是很 浮大 但是呢 一样没力气 那中央来讲呢 这叫做 这个阳 这个阴正四阳 或者叫做阴圣 阁阳 阳厚了 这个原因很危险 危险 如果要是吃这个 成绩汤的话 那么成绩汤啊 是泄的 是这个泄阳的 那本来的阳气啊 要脱 非常微弱了 要一泄 那立刻就不行 所以这个 这个于家妍呢 就给他用的 这个四泥汤 夹人参 那个病人 吃了这个药以后啊 含相啊 就出来了 盖上被子啊 这个打颤 那么这个病例就说 这个阴阳 有真假 刘炳凡先生指出 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 是体内阴阳两个方面 保持对立统一的 协调关系 达到动态的 相对平衡 没有阴晶 则无疑产生阳气 没有阳气 则无疑化生阴晶 如果人体的阴阳 能维持这种 协调平衡 身体便健康 反之 阴阳的 平衡协调被挡破 阴阳二者 不能相互为用 以致分离 那么人的精气 就会因 放生无缘而衰竭 生命活动 也就随之 而停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